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李克强表示 中巴建交顺应时代趋势和民心所向 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篇章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全面规划中巴关系发展蓝图 中方赞赏巴拿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八方增强政治互信 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八方发展战略相衔接 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国愿将自身作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 同巴拿马作为世界桥梁的区位优势相结合 开展物流网络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造福双方人民 巴雷拉表示 八方高度赞赏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 和对世界的重要影响 坚信巴中建交将为两国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提供巨大机遇 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携手推动巴中关系与合作 向纵深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